其實基層出身的學生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的視野或他們的見識 未必有這麼廣博 變相他們可能去到大學 或者去到真的要選擇職業 或者在未來做規劃的時候 他們比較迷惘 而這個Mental Mentee的計劃 就正好幫助我們去了解不同的行業 為了等基層學生 可以更加早進行生涯規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在去年6月起 開展為期三年的私有計劃 邀請企業員工 或者有工作經驗的人士擔任私有 向配對的基層學生 分享職場經驗 以及提供生涯規劃意見 現在是稅務專家的Billy 就是其中一位私有 其實因為我學生的時候 那個時代完全沒有私有界階 醫會時議 變相來說我錯失了很多 即是 我是不膽不撞入了這行 本身我應該讀利課 然後後來又讀到會計 因為那時沒有生涯規劃 career facilitator 沒有這些東西 現在我發覺有這個機會 很想自己試一下 看看我能否幫到他們 參與私有計劃的學生 不單是單方面得到幫助 他們亦都需要為基層兒童補習 發回饋社會 而完成一定的時數之後 他們可以申請社區獎學金 由於確保 遊三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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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